好,各位同學,我們今天要來再繼續講 有關於這個解套費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什麼是套費 這個我以前都講過了 但是現在發現的問題 我今天要進一步講 為什麼解套費去法院告 告贏了以後,我們再拿去行政機關的時候 行政機關進來又把我們駁回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還有農地裡面解套費 到底是什麼意義 為什麼很多人騰本上已經把那個助計 就是說未經套費不可以分割的那個助計拿掉 那把助計拿掉是不是就已經是解套費 所以這個一定要從套費的這個觀念再講起 所以第一個套費是什麼 套費是什麼 這個情形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看 就是說以前爸爸有一塊土地 這個爸爸的土地當初給這個哥哥乙 在這個土地上蓋房子 那麼他就會第一個會開立土地使用同意書 這個土地使用同意書 他開給他 我們建築法上呢 他並沒有在管理這個土地使用同意書 那小孩子他就會開始去申請建造執照 去申請建造執照的時候呢 那當初呢一筆地號 那這個整個土地呢 我都拿給他去蓋 那他可能沒有蓋那麼多 他可能蓋個三十坪就已經很大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蓋三十坪 但是他一整個一起都讓他去申請 所以要申請建造的時候呢 在我們建築法上 他就變成是一宗基地啦 所以整塊土地通通是成為這個建築物的基地 都被納入作為它的建築基地 所以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是要用這個基地的範圍來看待這一件事情 那好各位 這個時候蓋起來了以後 建造執照好了以後 我們拿到使用執照 各位那建管管道使用執照就好了 那麼將來呢 你要不要去做保存 你如果去做保存登記 所謂保存登記就是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那你要把這個建築物的所有權要登記給誰 這個時候就是保存登記 所以我們說這是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那麼這個就是在我們物權法上 就是建築物非經登記不得已轉 你沒去登記也沒關係 你還是有所有權 只是說你如果將來要賣的時候 就一定要登記 那如果你是有使兆 但是你沒有去辦保存登記 那可能只有稅集 你就沒有權狀 那這時候的移轉 我們實務上有好多都是未保存登記的部分 都是用稅集移轉 那就會產生稅集移轉 是不是所有權的移轉 造成很多的問題 那以後我才講說 稅集的移轉跟所有權的變動 在我們實務上到底是怎麼樣 不過這是很亂的 也就是說未保存登記的移轉 它到底是什麼一個東西 那麼如果你是有保存登記移轉 去給人家借這個地 這個地方的空地也是建築基地 所以這邊都成為法定的空地 法定的空地 但是各位這個法定的空地裡面是有建壁力 譬如說建壁力60% 建壁力是平面的管制 溶積力是立體的管制 那如果是說我蓋個假設30坪 那麼建壁力60%你就是可以蓋18坪 那其他的12坪你就是前後要留著做法定空地 那麼跟隔壁鄰居通風陽光防火 這個只用的那不就是法定的空地 那各位像這個案子的話 繼承了以後就變成甲乙丙三個人 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啦 那甚至於呢各位在以前的話呢 我們在建地的分割裡面並沒有那麼嚴格 因為我們的法官認為說 這個建地縱使割開單獨所有人以後 單獨所有人那個是司法上的所有權 那至於行政上的管制 你割開了它還是被套會 那你將來要用的時候呢 再去申請解套會等等 那如果解不開那也不妨害你所有權的取得嘛 所以我們法官以前有時候沒有解套會呢 就會把它分割 所以它繼承了以後要去分割的時候呢 我上一次有講過 它就會面臨兩種情況 第一個情況就是說那個法官會說 根據那個建築法的規定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法控啊 未經解除套會不可以怎麼樣 法定空地未經檢討解除這個套會的話 不得分割 所以它會說你呢 沒有去做建築法的解套會 你不可以分割 但是這個是行政的管制 那麼這個行政的管制 可不可以來影響司法的所有權的分割取得 但是有的法官認為說 不管它是行政的管制 它就寫在那裡啊 所以你要先辦解套會 做法定空地的檢討 那檢討出來了以後呢 你才能分割 在打官司的時候呢 我們在打分割 共有物的判決的時候 碰到了這個法控的分割 我們通常啊 就要嘛要撤回 要嘛就是要先辦法控的檢討 去解除套會了以後再來分割 以免那個法官採取了這個看法說 你這個土地沒有分割 沒有去做法控的檢討 沒有解除套會 你不能夠分割 那有可能你第一審法官沒有注意 第二審法官用這個就把你駁回掉了 讓你所有都白跑一趟 白忙一陣 所以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是比較要先辦這個部分 另外一種法院的看法 它當然是講說 反正這個是行政的管制 不影響司權的取得 那麼還是可以分割 那分割了以後呢 將來它要蓋 要去申請建造 假設這一塊地已經單獨割成 割割的 這一塊地割成兩個弟弟的 那這種情形的時候呢 已經割好了 你要去申請的時候 假設當初法院看是採取第二種看法 就把你割了 或是不知道把你割了 那割了以後也是單獨取得所有權 可是你要去蓋的時候呢 已經被什麼 套會了 被這個房子用過了 所以你不能蓋 那你這個時候就要去請椅啊 它是房屋的所有權人 它要來出具印章 來申請法控檢討 那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各位 你一定要有一個觀念 要去解除這個套會的時候 一定會動到誰 建築物 所以建築物的所有權人 這一張建造 這一張使用紙杖 才是關鍵 所以各位呢 這個解除套會的key point 關鍵呢應該就是那一個建築物 就是那一張建造或死罩的問題 它是被那個房子套住 這個時候呢 你要去注意這個問題的 假設是這種狀況的時候 他當初不注意 或是說法官給你割下來 或是你們自己去協議割下來 那已經各自取得所有權 但是他還是被套住啊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我的土地怎麼拿到了 就被套住 那因為是建築法的一個問題 所以各位這買賣土地就很重要啊 就要去查 查說我們買的土地呢 是不是有法控 是不是人家的法控 有沒有被套會管制 這個就非常重要啦 那如果有法控會套會管制 我們就是說我們這個買賣合約呢 就不生效力 把它弄成條件 這個我在上一次的影片有講 所以各位呢 在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怎麼樣 去申請 法控檢討 但是問題檢討是要 這一個使用執照的所有權人 或是建造的所有人提出申請 就是這個椅要提出申請 因為他是房屋的所有權人 但是各位呢 這時候割開了那個椅呢 不願意蓋章 不願意出具他的名字去申請 對不對 如果他不願意或是開高架 他不願意蓋章用他的名字來申請 甲跟丙就要去告這個椅 說你防害我民法的所有權 因為我的土地的所有權 由你的房屋的基地的套匯 那我這個所有權受到了限制 所以要用民法767的中斷 請求除去這一個所有權的妨害 所以我們就會告他以要協同來辦理 法控的檢討 法控的檢討 那各位呢 我們實務上這樣子告的時候 我們法官都會用767來判決是勝訴 那各位呢 勝訴當然我們要檢討的是說 我們會跟法官講說 他這個房子我們割下來 就是說沒有辦法割得剛剛好 因為以前沒有這種觀念 那所以他的房子可能呢 要吃到這個甲的一部分的土地 這個時候他房子的建幣率或容積率才夠 那這個情形的時候呢 我這個甲去告他申請檢討的時候 我們會請建築師把這個房子的建幣率算出來 那假設會吃到這個甲分割的土地 我們就要留一部分給他 那剩下的這邊都檢討出來了 再拿這個土地去申請建造 那這個時候就要把套會塗銷 所以這個就是法定空地的檢討的問題啦 問題現在出現了各位 第五個呢 我們現在碰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官司打贏了 拿到確定的判決 那麼去跟我們的政府呢 申請什麼 去跟他申請說 我們要法控的檢討 那我們只要再留可能五公分或是十公分或二十公分給他 留多少的面積給他就夠了 那其他的你應該把我檢討出來 這個都符合法定空地檢討辦法的法規 因為我們算過建幣率了嘛 結果呢 我們去跟他申請要檢討的時候 行政機關申請書寫說要誰來 要那個房子的使用執照的所有權人 或建造執照的那個所有權人來申請 申請書的那個縫裡面的備注欄 要求的這個申請人竟然還是要以 就是房屋的使用的所有權人來申請 如果有保存登記的房屋所有權人要來申請 但是他已經不願意 因為他不願意配合來申請 我才要去法院告他 然後法院已經命他要去配合申請了 結果我們送件送到行政機關去 行政機關的人不懂得這個民事訴訟的制度 只懂他自己 所以才會說我們行政機關的本位主義 在台灣這麼可憐 就是說有時候一個申請案你蓋三四十個章 跑了五六年甚至十來年都沒有辦法 所以為什麼才會變成說要什麼一條龍的服務 可是各位我們現在就是本位主義各自為徵 連這一種法院判決下來協同辦理登記的東西 他都可以說你不是所有權人來申請 你不是建造的所有權人來申請 他把你駁回呢 不讓你準 各位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的觀念 我們如果在一個買賣裡面 這個買方告這個賣方應該要過戶 那賣方不願意過戶我才去告他啊 那告他了以後法院已經判決說 賣方應過戶給買方 人家買方因為錢已經付完了 付在旅保或是已經相對付完了 同時旅行看片都沒有了 那法院判決他應該過戶 那這個時候還要不要這個所有權人去 遞證申請要過戶呢 他就是不願意我才到法院去告嘛 所以各位我們就可以拿著這個判決 直接跟遞證申請過戶 就代替他來申請 代替他為意思表示 各位這個是強制執行法的130條 他用判決代替他的意思表示 所以這個協同辦理 已經是代替他來申請了啦 所以行政機關這個公務局的人 建管的沒有這個民法的概念 竟然把他駁回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啊 那麼各位就有人就對於這個行政機關的駁回 他認為說你根本就不懂這種東西 一直去跟他成型找議員去跟他講 你議員越講越死 當一個首長的也沒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不然你也問問你的法制人員嘛 你也有法制局 這個發生在XX 你不問問他 你直接就給人家駁回 所以各位人家就來入院 然後呢行政訴訟 這個早在104年就有人發生這樣的事情 台灣高等行政法院告過 高等行政法院就講啦 這種情形已經代替這樣的一個申請 所以在這一個檢討辦法裡面 你要求人家來申請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要做限縮的解釋 你應該要接受 我們高雄市政府當初輸掉了這個案子的時候 就開會 說這個情形本來就可以啦 甚至於我也可以代替你 你對我這個所有權有妨害 我也可以代替申請 其實很多是可以代替申請的 這個我們行政機關的效能要提高 除了法院判決決定 可以代替那個不願意蓋章的人之外 甚至於在行政法上也可以有代替的觀念 你不那個我代替你申請 因為你避害了我的所有權 這個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竟然我們的行政機關會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種人家有爭議過的事情 竟然還給人家駁回 那麼叫人民官司打完了 還要再去打行政救濟的官司 所以我也覺得很感慨 就是說為什麼公務人員的法律的素養 還有律師還有很多 各位法律的素養要全面的提升 才不會造成人民的這個痛苦 人家民事官司打贏了 你還是把人家駁回 那當初他就是不願意蓋章 不然我幹嘛去打官司 打完官司了以後你又說你那個不算 那你行政機關最大 所以這個不對 那各位這個是建地或工業用地 套匯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那各位呢 第二個呢 老師要來講的就是 農地的套匯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好高興我這個地的土地騰本 本來有筑記說上面有農舍 非經解除套匯不得分割 我好高興這個筑記拿掉了 可是各位呢 這一塊土地上 他又給你寫了有民國七八十年的一張使用執照 有一個號碼在這裡 那其實這一塊農地還是農舍的基地 上次跟你講我只是取消筑記 並不是解除套匯 所以各位解除套匯還要進一步 要做什麼 第一個把房子給拆了 拆了當然就已經沒有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去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農舍買了 然後把它拆了 拆了以後就沒有建造沒有使照 這是一招 第二招是什麼 哇 你要乖乖的 因為各位當初這個農舍 我們政府發給他的 是農舍的建造執照 也是農舍的使用執照 所以呢 他要求你去變更使用執照 你要變更使用執照 把農舍變更為一般的住宅 你如果沒有去變更住宅 因為他這一間房子還是農舍 這一塊地還是他的基地 你如果把它變更為一般住宅使用 那就變成我們在這一塊地來檢討 檢討建幣率是不是60% 那搞不好這一塊地就夠了